馬路中央白色舊車 就這麼大啦啦 停在路上當起路中霸王 後方舊車還得跨越 雙黃線才能抽車 騎士日前 行進台北市羅斯福路五段 竟然遇到前方汽車 在路中央直接停下 更扯的是駕駛還下車 到對面要舉買藥 根本不甩後方車輛按喇叭 也不建議堵塞後方車流 騎士事後向警方檢舉 得到的回覆卻讓他非常傻眼 警方表示無法明確顯示 該車輛屬於並排 還是臨時停車 交通其實滿暖的 有時候會覺得 那可能就會造成意外 車路邊停車開車 門就沒有注意後照進 有沒有車子這樣子 依照道路交通管理處罰 條例第五十六條的規定 是可以罰六百到一千兩百元 但是警方卻對這樣子的檢舉 不予裁罰 怕也有行政疏失 違規事實認證上 由爭議不以舉罰為一 離譜駕駛層數不窮 交通亂象還被外媒評論 為行人地獄 而根據交通不統計 今年一月到五月 死亡人數達到一百六十人 較去年同期上升了百分之二點六 在二零二三年多達二點六萬兒童 在交通事件中傷亡 不僅高於每年平均的二點三萬人次 還達到五年高峰 道路規劃混亂 加上中央發布政策後 地方交通執法沒有落實 訂定再多政策都沒有用 記者余順琦 郭瑞軒台北採訪報導